Samsung今年除了在手機上大講AI之外 現在它竟然連電視機都要跟你講AI 但電視的AI當然不是跟你講玩翻譯 轉換你的語句變得更加有禮貌等等 而是跟你玩將不是8K內容的東西 提升到接近原生8K的畫面給你看 這個功能真是大電 當然除了這樣這麼神奇的功能之外 還有其他用AI所提升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 馬上就開始告訴大家 到底這一部QN98D有什麼好看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里 如果你喜歡收看一些可以令到你好好收藏的好產品 科技產品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鐘仔部幫你按一下 有新影片的通知 你需要大家想收通知的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馬上開始了 因為這部電視真的好看 今次我測試的是Samsung最新的旗艦電視 這部QLED8K QN98D AI智能電視 但話是說這次是我第一次在YouTube Channel上試Samsung的電視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值得記錄這件事 也很感謝Samsung 它借有這部旗艦機給我去玩 我主要是會跟大家分享我試用的主要功能和感覺 它有什麼Spec那些我就不詳細全部講一次了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講它的外觀 我自己是第一次用NEO QLED8K系列的 那師傅安裝裝機的時候我經常是自己嚇到的 為什麼整部機是可以薄到這樣的呢 就連Panel的邊框都可以這麼有這麼窄的呢 真是橫體碰底都是這麼帥的 那這個我覺得真心是誇張的 而今次Samsung這一部的旗艦級8K電視 我真的Youtube看過很多人介紹的 台灣又有香港又有 我真是真是好想好想擁有一部 但是奈何呢 真的不是說這麼容易說買就買的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考慮要買8K電視 我相信你一定是對於你的生活有絕對高的要求的 那你就真的可以看看這部QN98D 因為它這次加入了一些很全身很全面的AI功能 也是這次QN98D主打和最堅抽的功能 就是它AI Picture的功能 它可以將任何的內容提升到 接近原生8K的清晰度用戶 是可以享受到超越傳統4K電視1.8倍影像清晰的感覺和細節 獲得一個90%接近原生8K的體驗 那就是什麼的意思呢 講了這麼大堆東西 你知道啦 現在8K的內容真的未完全補給的嘛 不是說這麼容易就可以看到一些8K的電影或者內容的嘛 所以Samsung就利用AI的運算 去將4K的內容提升到去接近8K的視覺享受 我不太知道它實際是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應該是像我們現在用手機的APP 可以將一些LowRes的照片變得像HighRes一樣 原理上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的確是你可以看看這些畫面 文字影像邊緯或者是影像的立體感都是很出色的 即使我們現在播放的是一些4K的囊 你看上去的感覺都會有一個明顯的升級 那大家都可能會問 為什麼Samsung可以做到這種即時的演算呢 很難的嘛 因為他們今代是試用了一個更加強的CPU NQ8 AI第三代的處理器 由上一代的64組的神經網絡 一跳就跳到現在的512組的神經網絡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比起前代的升頻 做得更加好呢 這個就是主因了 如果有留意Samsung 8K電視的觀眾 都會問 喂 之前Samsung一向都有升頻的啦 那今代的升頻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就是它的AI運算 是可以即時偵測到畫面的主題 背景去做一個分區的升頻 這個是用512組神經網絡的一個原意 為什麼這樣做就是這個原因了 因為這種即時的演算呢 真的不說得笑的 是很搶的 而另一個AI的功能 是AI動態增強Pro 簡單點說是什麼呢 是你看波的時候呢 是可以避免那個波因為快速移動 而令到畫面變得很模糊的情況 就是那些鬼影電環球的樣子 你看到那個波會撕裂的 這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它現在就修補了它 當然如果你喜歡看F1的話呢 這個功能呢 都會生息不少的 那些的感覺呢 真的少了一個撕裂的感的 畢竟呢 這一類的節目片源的刷新度 本身是不會高的 就要靠電視本身的演算法 去令它看上去更加smooth一些 第三個AI呢 就是主動式降噪音效Pro 它可以實時分析到環境的聲音量 然後再配合你用AI去分析 你現在看的影片的內容 將聲音和場景中的背景聲音 房裡面的環境噪音 去隔離了 確保我們可以能夠清晰地聽到每個字的 這件事呢 我就無法展示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了 我建議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實際去show體驗一下 另一個功能呢 就是AI Optimization AI智能模式 就是說 很簡單 透過Toolbar 你是可以打開這個叫Intelligent Mode 你會很明顯看到電視的光暗亮度是改變了的 那是因為它有一個自動檢測周圍的光線亮度 分析你現在使用的情況去adjust你的亮度 從而是可以幫到你什麼呢 降低整個電視整體電量的消耗 官方就說可以有效將能源消耗降低到23% 它也可以逐個場景去分析你的電視狼 譬如你播放的東西是暗一點 或者是黑一點 或者是光一點等等 它會自動adjust的 可以盡可能地去調整到那個亮度 從而都是降低這個電視電量的消耗的 我自己如果真正正正用來看一些大片的話 Marvel等等 我會關掉這個功能 因為這樣我關掉它的亮度才會光很多 你看起來是會爽一點的 所以就大家自己去 Depend你的preference去使用 但平時說真的 你說看youtube 播一下劇 那些其實你是可以開回省電的模式 那你就節省電的 那打機的朋友又怎麼看呢 QN98D其實看press release那些都是 它沒有特別拿出來說的 但其實這部電視它除了是一個8K的螢幕之外 它還可以吃到4K 240Hz的 這個數字在電視上真正正正是目前市場上最高的了 當然你說PS5之類都只是上到去82Hz都上不到240Hz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PC來打機 你的PC是很厲害的 你是可以用得到240Hz的 同樣地它都是有遊戲模式去給你去用的 那些什麼瞄準準星 Motion Plus之類都可以開來用的 那它呢都是會用一個AI去辨識你到底在玩什麼遊戲 譬如你玩窗遊戲 它又轉了一個窗遊戲模式 你玩一些RPG遊戲 又轉了RPG遊戲的模式給你 去轉換影像的效果 那所以呢如果喜歡打機的朋友 你一樣是會被它照顧到的 留意打機的時候是沒有支援到這個 剛剛提到的AI8K升頻的 而在系統方面 都一如Samsung本身的電視系統 是用了自家的Tyson系統的 而同時也有Samsung Nose的安全技術 確保家庭環境是可以保持到連接 和受到全面的保護的 主動即時去偵測 有沒有一些潛在的黑客的威脅通知 還有提醒我們用家有這些飛法活動 提醒你的 所以用家可以看得放心 還有用得開心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用Samsung的手機 都可以用手機打開Desk Mode 同步QN98D去進行一個連接的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手機 去到進行一個搖控的動作 取代你的電視的搖控器 都可以的 你們也都可能會問 喂暴力你說到它真是好正好正 有8K升頻 又說4K變8K 很厲害 那到底有沒有缺點 有的確是有一個至關主要的缺點 就是它65吋是賣49,980元 而85吋是去到149,980元 那這些就真是一分錢一分貨了 OK那對生活有要求的各位 娛樂質素的要求高的觀眾 那你們就可以考慮一下 你們要選擇65吋75吋還是85吋 總而言而言 這部Samsung Neu QLED 8K QN98D AI智能電視 整體的使用感覺都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我非常建議各位 如果一心是想換8K電視的話 你是可以去試試它的 OK 真的你試完是會有一種分不到轉化的感覺 是真的 那最後大家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有衰所購買 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是中指的報告 你這樣按一按 並且上通知設備了全部 我新影片的發布 你想要訂閱整個通知的 上手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上有很多不同的新產品 又或者是我旅行的一些資訊 會透過Instagram跟大家分享的 今集那麼多 其實Instagram 已經會有多一條過百萬view的view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那今集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各位 真的好棒 真是 真是好想買 拜拜 但是 只看看 我們下集了 還有更多的 回答 碼 我們下集 drew 製作